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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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听听就会是明镜与点栏目 你为什么喜欢跟一桐姐姐玩 因为因为他有好吃 就是因为他有吃的所以跟着玩 因为他每次一天 不够 来 三二一 开始 我以为那是城堡来捣乱之后 你就会回来了 可是没想到你居然在这儿 你不觉得他漂亮吗 那你觉得他漂亮还是小苹果漂亮 哪听选择 那你怎么回事 小苹果 一样 你觉得拍戏辛苦吗 好玩吗 好玩因为不用相学 女主守护神二号 Facetime烧败 男主名下Finger King的官方运用指定男CP 寻补一枚 有名下的地方就有少白 而有少白的镜头却永远只有一个普遍的表情 多少次我都怀疑 那您是我的电脑卡出了吗 总而言之 论全剧表情最不丰富的角色 Facetime烧败就是你了 你想说什么就痛痛快快的说出来 憋在那里干嘛 哈喽芒果TV的各位网友好 呃 卡掉 卡卡卡卡掉 哈哈哈 哈喽各位芒果TV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思雷 今天是在剧里面扮演的是少白是个角色 有感情戏吗 有有有 跟谁 跟林彭 彭姐 居然不是徐晓诺 你跟徐晓诺一点感情戏都没有吗 呃 在这部队很厉害 跟晓诺没有感情戏 那对手戏怎么应该有吧 对手戏 也并没有 流着泪说分手 我不愿让你走 嘴边还有残留 的爱没有问候 见你结果 诺翻cp恩爱不在 半瑶清晨各用新欢 你要去他房间玩过吗 我去过 然后呢 平常去啊 做什么 哈哈哈哈 很乖啊 哈哈 你 你们俩做什么 你们俩 我叫你演戏 哪哪 哪种戏啊 哈哈哈哈 黄 哈哈哈哈 真的吗 对对对 因为小诺她是因为 毕竟没有经验嘛 是的 然后她在偏强会非常紧张 嗯 其实我相信她是可以的 有一有一件事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好奇 就是因为你跟剧场上之前是荧幕上的cp嘛 对吧 就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们两个到底走到了哪个步骤 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你们有接过我 她是我妹妹 她是我妹妹 然后她说 没有 她有她的事情 北京好冷啊 多穿点啊 我是怕她 没有人照顾她 就是一些 正单的关系 她说 还不知道呢 你去北京工作嘛 然后她说 加油啊 哥 然后她说 你这话说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不是 她说加油啊 哥 我就突然就不知道怎么回 如果她说 家老爸老公 然后你就 哈哈哈哈 并不是因为我们很熟了 就必须要再说这些加油啊什么之类的话 那讲真的 就是在剧组当中有这么多的小鲜肉王室的 然后 你会觉得有压力吗 其实我觉得 这个并不算是压力吧 嗯 我觉得因为这个组里面 我觉得大家都是 我跟大家都是好朋友 你跟谁关系最好 我跟哲瀚导 我基本上很多戏都是跟她在一起 基本上每天都在 那小诺会吃醋吗 你会跟她在一起 哈哈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两位男嘉宾 闪亮登场 人是火山的 是谁 我猜一看 是什么 我猜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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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主守护神三号 Jump Building Heart 玛丽琴城素同父同母的妹妹 虽然样貌差距略大 但并借浑身上下 和姐姐一样 浑然天成的玛丽苏妻妻 就可以断定 这你嘛绝对是亲生的 有没有 剧情发展不到两极 就跳楼抢女主的戏 小小年纪就养成了老娘活不好 你们也别想活得良好心态 还好女主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瞬间又将主角光环夺回 总而言之 论跳楼技术 美加强伴妖精心跳楼王 对不起姐姐 我们来生再见 姐姐 浙江温州 浙江温州 江南皮革场倒闭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子宁 这次在剧中 写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给我们想起来想一下 是一个特别可爱 然后单纯 特别傻 然后被爱狮狂的 一个女孩 所以你在生活中也是 刚才说的那种傻傻的 很天真很可爱的女孩 对很像 那我们剧组有非常多的小鲜肉 你有没有私底下来给他们做个牌 就是谁更帅的 我觉得都特别帅 但是宁热特别美帅 宁热特别帅的 对 腰帅腰帅的 他实际上会是你 比较喜欢的男生类型吗 还差不多吧 我比较喜欢 肌肉 对 然后老实感 因为有安全感 对对对 除了肌肉之外还用呢 就是壮一些高一些 安全感一些 欢迎大家观看 在芒果TV播放的 半腰清晨 我是在里面饰演 清晨的妹妹 在里面我会有 不一样的性格 然后不一样的 爱恨纠缠 希望大家多多观看 最后呢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芒果TV的半腰清晨 我在里面 扮演的是徐少白 记得来看我 一定要 一定要看芒果TV的 半腰清晨 我在里面饰演的 小幽童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